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足梨 足梨呢 像咱们在药店里边 好像有卖这个中程药的 就是献好的叫AMPER 那瓶子装好 叫着足梨口服液 还叫了 前面还加了一个字 叫着鲜足梨口服液 大家来看一下 鲜足梨 现在有做成这个口服液的 那么鲜足梨口服液 大家要通过这个学习啊 用了啥东西 要搞清楚的 实际上那个鲜足梨啊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足梨 就是用了这个足字 而且是用了新鲜的足字 北方的足字少了 南方足字多 用这个鲜足字啊 新鲜的足字 淡足或者说青杆足 在火上烤 烤和烤以后呢 这流出来的这个液体 像我们这烤 烤了以后流下出来的 淡淡的黄色的这个液体 那么这个液体呢 就叫着这个足梨 叫着足梨的话呢 那么这个足梨啊 你看它这个肝寒 我刚才写了有个鲜足梨口服液 鲜足梨口服液挺好的 它主要是清热霍痰 像我前面讲霍痰是比这个化痰的作用更强 也就是说它去痰作用强 去痰作用强的话呢 又能够定睛和力翘 主要的我想给大家说啊 你们这简单的记住 这个药治疗热痰咳嗽 就是治疗热痰咳嗽的比较好 另外呢有定睛的总有像治疗中风 弹离和这个筋弦癫痪 同学说老师你又啥不说这呢 那我想跟大家说 你真正的碰到了中风啊 昏迷的病人 那神志不清 阳哥风的病人你用上它 那中病这个药就有点轻了 但是用它治疗热痰咳嗽 效果特别好 如果真的我们说咳嗽来的弹簧粘稠 你想用一个单方 那你就用上它 一次用大家来看一下 一次用30到50毫升 把它用水把它化开一喝 但味道不太好 像用烟熏出来的烤出来的竹子的油 但是它的氢化热痰作用很好的 这样我给大家 就大家呢先认识一下 什么叫竹梨 对吧 是用新鲜的竹子把它烤下来的这个油 实际上也有人把竹梨呢 叫成啥呢 叫成竹油 实际上 它是用的竹子的油 真的有咳嗽弹簧的 像支气管炎 属于热症急性感染 有啥它可以用 再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药呢 叫乾糊 乾糊呢 乾糊的这个药呢 这是个二级药 这是个二级药 用这个药的来源呢 是散型科的 来自于散型科的植物 用的是白花乾糊 或者用的紫花乾糊的 这是用的啥呢 你看叫乾糊 像我们是用的是根 但是是散型科的植物 用这个药的作用 大家看作用是降气化坛 散风清热 降气化坛药 又可以疏散风热 疏散风热 那么降气化坛 由于它含量 主要是治疗 坛热可穿 就是由于它降气化坛 会用于热坛咳嗽 或者又由酥散风热的 治疗风热咳嗽 这样治疗一些风热的咳嗽 那么讲到这个药啊 我们来要和大家呢 要来对比一些药 你比如说我在这儿 讲这个乾糊 乾糊呢 我们前面的讲过一个谁呢 彩虎吧 彩虎用的也是散型科的植物 但是彩虎呢 是用的散型科 彩虎的地上的部分 所以说呢 这两个药 注意一下这两个药 我们把它叫成啥呢 叫成二胡 你看 叫成二胡 二胡的 它俩的相同点呢 都有很好的 疏散 疏散风热 通过这学习 可能大家有一些人 才开始的时候觉得兴趣比较高 学一些时间长了 如果说忘了 所以也就是说 乾糊和财虎啊 治疗外感 风寒感冒 风热感冒 就是治疗 疏散风热 善治 善于治疗 风热 感冒 风热感冒 我们可以学用 乾糊和财虎 两个药都用 但是不同点呢 乾糊呀 它有很好的 降气 化坛 而用财虎 它可以起到 和解 退热 酥干 生阳气的作用 所以我们大家一看 你当然财虎用的多了 财虎功效多嘛 财虎临床 财虎是一级药 乾糊是二级药 那所以说热痰咳嗽 风热感冒 可以学用到乾糊 这又弄 大家又燃了一个药 老实际上 那你说 乾糊呢 乾糊和白乾 二乾 这两个药还要注意区别 我说这两个药的区别 它俩呢 都有很好的 应该说 降气 化坛 不同点 白乾呢 乾糊啊 是治疗热痰 而白乾呢 是治疗 寒坛 所以说大家这一点呢 就是热痰咳嗽 热痰的咳嗽 选用乾糊 如果说呢 是寒坛咳嗽 你多选用的是白乾 你想 我想在这说一下呢 你想白乾 它组成了 白乾 有一个方子叫做紫苏散 紫苏散里边 我们都选用的是 这个白乾这个药 所以说白乾乾糊呢 你不管说有时候寒坛 热痰的咳嗽 我把二乾都用上 乾糊和这个白乾 主要的 他们在治疗咳嗽的时候 是降气 注意这 这两个字 是降气化坛的作用 白乾呢 能止咳 乾糊呢 不止咳 乾糊能疏散风热 的作用 这是 谈到了这个白乾了 白乾和乾糊 用量呢 是常规的用量 记住一点 就是治疗热痰咳嗽 为啥热痰咳嗽 我们前面讲过的 被磨呀 刮炉啊 足如呀 你再可以配上 乾糊来治疗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实际上呢 这是个重点药 让我刚才 讲这么快的一下 讲了这 讲了几个药呢 讲了这个 两个药过去 所以说你讲了两个药的时间 可能 占的时间很短 但是我希望大家呢 来掌握一下 结梗 结梗是一级重点药 一级药 而且是重点药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药 你看用的是 结梗科的 有人说呢 细看一下 它和党生咋有点像 党生也是用的是 结梗科 但是结梗呢 是用的结梗科的 结梗的 它的这个根 颜色是有点淡淡的淡黄 我们用它的根 好像呢 在东北人 还有一些江苏人 把它结梗做菜呢 不是结梗做两条菜呢 就是用的这个植物 就是用的这个植物的 这个根 全国大多数地区呢 都产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药物的杏味吧 结梗的杏味是个苦心平 你看 苦能够降 心能够散 平 寒热都治 所以说 注意一下 平性的药 寒和热 都可以来治疗 归筋 归肺筋 注意一下 你在旁边 结梗这个药 是一个肺筋的引筋药 作用 心能宣肺 苦能降气 能去弹 所以说 宣肺去弹 用这个肺筋药 肺开 肺和咽喉的关系 因为肺之子 门户了 所以说又能够 立烟 甚至呢 还能够排浓 甚至还有很好的 这个排浓的作用 所以用结梗呢 这个药物 它有很好的 宣肺去弹 宣肺去弹 来治疗 弹多 咳嗽 喀弹不上 因为它又能够 宣肺 所以说治疗 胸闷不畅 不过在这里边呢 我跟大家来补充一下 用结梗 无论 用结梗呀 来治疗咳嗽 无论 寒痰 热痰 无论是寒痰 热痰的咳嗽呢 用这个药物 它都能够治 就是无论是对于寒热 导致的痰多 咳嗽 就是用它在治疗 这个咳嗽 痰多 咳嗽 不上 胸闷 不畅 无论是对于寒痰 热痰 咳嗽 胸闷 都能够治 所以这个药物 是肺经的 请大家记一下 是一个肺经的 引进药 肺畏惧于胸中 如果说胸闷不畅 咳嗽痰多呀 那么它可以起到 宣肺去痰的 所用 甚至呢 用这个药 用它呢 去痰的力量 去痰的力量 比较强 来去痰力量 比较强了 这是一用于 它的这个 去痰的作用 二一个呢 去其它的 力咽的作用 大家来记一下 力咽喉 它有很好的力咽 那力咽治疗 咽痛阴痒 嗓子痒 所以像我们治疗 感冒了嗓子痒 或者说有 像肺食不明 肺食不明呀 或者说肺虚不明呀 经破不明呀 等等 多血用谁呢 结痘 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特殊的配合 结痘和 生肝草配 结痘可以用到十克 肝草可以用到六克 就是假如说 我们说有人慢性咽炎 慢性咽炎 咳嗽嗓子 这不舒服的 像我在里面上 只要你有嗓子 这不舒服 我就立马的就要考虑到 用上谁呢 用上结痘和肝草 假如说我们在作者呢 下面有一些学员说 你这有慢性咽炎 嗓子不舒服 你用结痘和肝草配 如果说舌苔厚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你可以加上谁呢 加半下 加悬僧 就是叫着悬脉 悬脉脊肝汤 悬是指的悬僧 你用上十五克 再加上脉冬 我这跟大家说 如果说真的是慢性咽炎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用这个 再加一个谁呢 薄荷加上去 薄荷呢 六克 嗓子不舒服的 你加上这 有人说那我感冒了 现在嗓子疼得厉害 嗓子疼得厉害 可以加点谁呢 再可以加点 根据情况 如果说你平常的 为了泡水喝 叫我说 你就用甘草结痕 再加一个谁呢 加一个 像我们说 加上胖大海十克 像感冒 风热感冒 嗓子疼 你可以加上 就是我说 可以选用去其他的沥烟 我主要的是说 选一个叫着啥的 叫着甘鸡汤 甘是指的谁呢 甘草结是指的 这个结痕吗 如果有痰 加半下 没有痰我们就不加半下了 因为半下是造势化痰 如果说嗓子红 阴虚 叫身体脉动 有点哑 我加着薄荷和 金鸣花 你也是当老师的人 有人说当老师嗓子痒 我倒建议 选用 胖大海 甘草结梗 悬丝脉冬 效果呢 特别好 如果说也没有感冒的话 那你不喝呀 或者说这个金鸣花呢 可以不用 你在这里边 你选上个四五个药 长期泡水喝去 效果是不错的 因为老师嘛 老用嗓子 所以说声音撕痒 所以用这个药 咽痛阴阳 咽痛阴阳的效果比较好 这是用这个结梗 所以说结梗 像我们在治疗咳嗽的时候 所以老说 寒谈咳嗽 热谈咳嗽 也不管寒的和热的 我们都用了 你像临床有著名的 三菊瘾啊 银跳伞呀 结梗都用 你像著名的拜读伞里边 结梗呢也用着 所以说结梗呢 这个药是很好的 另外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 配物对的问题 结梗呢 这个药 结梗呀和 知窍 这两个药配 一般来说都是食客 食客像 有的人老喊叫胸闷 胸闷的话 这两个药配 有很好的 力气 宽胸 就是胸闷的话 可以选用结梗和知窍来配 这是一种 这个特殊的 这个配物的关系了 这是结梗嘛 另外我刚才说 结梗呢 这个要是肺经的引进 你看治疗咳嗽和肺有关 治疗嗓子疼还有 还有关 另外呢 用它还治疗啥呢 肺庸 肺庸 咳吐浓浓潭 肺庸是啥病呢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的讲过 这个说到的肺庸啊 肺庸呢 就是指的 肺庸就是指的是肺浓肿 那么可以用上 配上 鱼心草 别说肺浓痒嘛 这现在比较少这个病 鱼心草呀 黄芹 鱼心草用30克 黄芹用上10克 我们再用上 结梗10克 冬瓜子 10克 也可以用它 我们把它呢 也可以治疗一下一些 急性 这个肺部感染性疾患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呢 也可以选用 因为鱼心草 清热 化痰排浓 黄芹 清肺热 结梗呢 实际上结梗呢 这个药呢 还建有一定的 这个去痰 上还有一定的排浓的作用 所以说治疗肺庸的效果是特别好 总而言之一句话 是治疗肺的病变 因为它是个肺经的引击 你看整个来说 像咳嗽痰多 像咔痰不爽 或者说胸闷 这都是肺的病变 那么治疗咽痛阴氧 还是属于肺的病变 像治疗肺用土浓痰 土浓 就是土浓痰的 肺用土浓痰的 那么都是属于肺病 所以说肺部的病变 我希望大家呢 我们来记住一个格格群 这个结梗 结梗 不过呢 我们在讲到牛气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牛气这个药可以引药下行 结梗这个药 性善 生 它能够 请大家能把它记住一下 它是一个宰药 宰药上行的是结梗 引药下行的是谁呢 牛气 不是说 引药上 宰药上行的是 结梗这个药 引药下行的是牛气 引药下行的是 那么这两个药一配 你看有个啥特点 一生一降 生中有降 降中有生 像我们著名的 有一个方子叫 血腹足一汤 把结梗和牛气 就两个药在一块用 你想叫它生 我们就选结梗 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你想用它下 往下走 你就要选用牛气 你像比如说腰疼啊 腿疼啊 脚后跟疼啊 那叫选牛气 如果说胸部的病变 咳嗽呀 痰多呀 你就选上结梗 甚至呢 我们续习结梗这个药 载药上行的特点 还有人用它治疗 酒屑 你想说 长期的一些拉肚子的 那么可以选用到 结梗这个药 来治疗酒屑呀 像一些肺部的咳嗽 痰多的病症 都选用到 结梗这个药 用它是载药上行的 我希望大家 把它的载药上行 费筋的引进药 这个性能特点 大家要记住的 这是我们谈到的 这个结梗 甚至也有说呢 用结梗这个药 开宣肺气 来治疗龙病 或者说一些便秘的 一些病症 都是具体它的 宣肺的这个特点 这有我们后面的一些药 这是胖大海了 胖大海呢 看用的是一个植物 这种子了 它有很好的 清热润肺 像嗓子疼 像立烟喉 刚才我说的 这里边不是都提到 用点胖大海 像胖大海 立烟 开阴立烟 但是胖大海 有润肠通便 所以我们这呢 有一点 这个语文知识的人 你都讲了这么多了 治疗肺热 咳嗽 声音 嘶哑 嗓子疼 我们这用点胖大海 所以说我刚才说 你用点胖大海 和结梗 肝草 在一块配 作为老师的话呢 你配点卖冬 都是很好的 都是很好的来配舞的 不过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看一般我们来说呢 配到两到三枚 用一枚的话 有点弱了 要用到两到三枚 用上十克 用开水来泡芙 哎呀 那大家说 那我嗓子疼就用 对吧 大家也能知道 嗓子疼我就用 便秘了 你看它还可以 起到干啥呢 还可以起到 润肠通便的作用 是不是 据我翻译 这个阅读一些文献资料 我想给大家说的 很多人都知道胖大海 治疗嗓子疼 但是有一点 我要给大家说 如果说是孕妇 嗓子疼不能用 为啥呢 因为这个药呢 有润肠的痛 它的特点是往下走 它有向下的这个趋势 所以有一个文献报道 孕妇怀到五到六个月的时候 嗓子疼 喝了胖大海的泡的茶 结果导致流产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点 这是我们说 惨痛的一些教训 这些临床教训呢 我们应该 大家要吸取 引诫 告诫我们 在孕妇的时候 那么最好的 不要用胖大海泡水喝 所以胖大海 大家都知道治疗嗓子疼 这个很好 你看根据这作用 你想立咽喉呀 开音呀 嗓子声音声 作为老师 那如果说这个孕妇怀孕了 那你就要注意了 不要用的 就是注意一下这个 这个药是个三级药 我们了解一下 再下来呢 就是海藻 讲到的海藻呀 我们把这几个药呢 搁到一块 讲海藻呀 这个昆布 你看后面还有一个药 叫做昆布 这个海藻昆布 大家一看用昆布 我们熟得很吗 是啥药 海藻 海藻呢 你看 它是用的海耗子的 所以这两个药 作用是很相似的 那么我在给学生 讲课的时候呢 所以我想通过 讲这两个药 我希望大家 由于我们的生活条件的改善 我建议大家 多吃一点海藻 像海藻 海木耳 海蚕的这些植物 它们都有啥作用呢 有消痰软件的作用 实际上呢 用这些药里边 含有点 大家记住 含有点 能够治疗阴流呀 萝莉呀 像一些 含有沥水消肿的作用 治疗一些 睾丸肿疼 以及呢 治疗 痰瘾瘾瘸气肠 所以说 因为这里边呢 它们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尤其是在海藻昆布里边呢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P 那么 吃这些呢 植物呢 它有很好的 降血压和降血脂的作用 所以说呢 有人说 是讲究吃海鲜 吃鲍鱼啊 等等的 咱们没有钱的人呢 你吃点海带该可以吧 甚至我们说 吃点紫菜 就是说 我想在这通过 讲这两个药 以给大家推荐的 我们吃这一些呢 又便宜的药 它能化痰 它有很好的化痰的时候 你看 消痰 消痰 我已经多次讲过 消痰比去痰的药要强 能软肩散结 像一些 尤其是我们谈到的 像一些甲状腺一些疾病 那么 可以用到它了 主要的是用的 地方性甲状腺肿大 就是由于缺点 而引起来的 你看现在有一些甲状腺疾病 反而倒多了 由于咱们吃的盐里边 含点量超标 现在引起了甲状腺 一些肿大的病还多 所以用这个药呢 它治疗阴瘤啊 萝莉啊 甚至我们说 讲到的一些腮稿 像一些 稿丸积水啊 像稿丸引起来的 肿胀疼痛 用它能够 沥水又能够软腺散结 甚至我们说 有时候来治疗腮稿 你看一些 由于腮泻炎 而引起来的 稿丸肿胀疼 那么用海藻和昆布都一样 所以这两个药作用 是很相似的 你用一个药也可以 用两个药也可以 甚至我想给大家推荐的 刚才另外一层 我们多吃点啥呢 海蚕的植物 植物或者说动物 海蚌啊 海格啊 等等这些药 它们作用都是相似的 有很好的 消痰软间的作用 在这里边谈到的消痰软间 就是能 这个结块 咱们现在讲的 像有时候我们说 用它治疗肿瘤呢 那肿瘤的原因 就是它能够 软间散间 能够取得去痰的作用 一起到这去痰 这是讲到的 这个 你看这两个药的 治疗的病症是一样的 像阴瘤啊 萝莉啊 港湾肿胀啊 痰隐导致的一些 水肿的病症 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 海木耳啊 海藻啊 像石花菜啊 海带啊 这些都可以常用吃 因为它可以消痰软间 从中医角度上来说 实际上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呢 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含一些矿物质 它里边含矿物质很高的 甚至有很好的降压和降糖的作用 降压和降脂 那天有一个学生听了我讲课以后 他本身是个高血压的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啥呢 是交务处的 交务处的又不懂中医 就在那听我讲课的路边上走过了 刚好在讲到海藻和昆布的时候 他说得有一次休息的时候 我跟他在一起吃饭了 他说郭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你问我个啥问题 他说我听了你讲海带 我就用了一碗海带 就调了一碗海带吃 做两条再吃 他说我吃了以后发现最近血压下来 人也消瘦了 实际上这就是起到了 消痰软间沥水的作用 那你说消痰软间沥水咋能起到降血压呢 刚才我们说他有很好的软间散结的作用 又能够起到沥水消肿的作用 所以我说呢 这两个植物呢 是很好的海产的植物 很好的药物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这个海阁壳 刚才说是讲到的植物药 我们这下来是讲到的动物 像讲到的动物磅壳了 你看他也有清热化痰 软间散结 那么半壳 我想跟大家再说一下 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药 你像讲到的牧利呀 瓦龙子呀 你像乌贼骨呀 像这些药 石绝鸣呀 注意一下背壳药 我最后要总结 背壳类的药 我为啥要叫你们要看这些药 背壳类的药 都有很好的治酸和止痛的作用 现在我们说讲到的胃溃疡的病人 胃酸多的话 你胃酸多的话 你可以用点啥呢 用点背壳类的药 比如说海格壳 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吃海鲜产品的时候 有这些壳 你把它要自己吃了 把它收集下来 收集下来后 把它洗干净晒开 等到哪一阵谁有胃酸的时候 你把它煮煮水喝 它可以制止胃酸 这时候可以制止 外用 可以像外用 引起到收拾和炼疮的时候 那么外用收拾炼疮的药太多了 这我觉得谈不到它 它主要的 我们说治疗一些比较重症的 重症的咳嗽 弹火咳嗽 就是比较热症的 像刮炼呀 贝母呀 有时候又解决不了 或者说刮炼贝母的用上 再加上一些海鲜壳 来治疗 弹火咳嗽 凶邪症 就有的人咳咳咳咳的 但那邪恶都疼了 邪恶疼痛痛 你这时候要选用海鲜壳的 而且有一些人咳出来的痰 我们就要问 咳出来的痰都是那粘动动的 所以这胶间跟有人说 咳嗽的痰跟果冻一样 你这时候一定要选上一些软间散结的药 比如我们说讲到的海鲜壳 或者说前面讲过的海藻呀 昆布呀等等这些药 就是治疗一些热痰 焦结粘固者 这时候要选上一些海鲜的药 就是讲到了这个海鲜壳 总的来说治疗肺热咳嗽 效果比较好 所以热痰的 也可以治疗罗粒 现在可能大家就会知道 我们为啥要讲究到海边去吃一些 这个吃海鲜的 所以是海鲜的这些食品啊 都有很好的化痰软间散结 治疗痰壳呀 阴瘤啊 罗粒啊 背壳的有致酸止疼的 我是把这一类的药 在这开始给大家讲了 最后我要给大家来做总结的 这是我们谈到的海鲜壳二级药 那么浮海石 浮海石呢和海鲜壳的作用是一样 差不多的 就是它也有很好的 浮海石呢有一定的利尿的作用 就你可写 你用海鲜壳也可以 选用浮海石也可以 但是有一句话 注食组成浮海独生 你看浮海归的啥精呢 归的是肺精 那么归肺精肺不是为上 所以说浮海主生时的 它治疗的病症中和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海鲜壳作用是 基本上是相类似的 清肺化痰软间散结 但是它呢也有一定的利尿的作用 所以用它呢治疗血灵和石灵 主要的 还是治疗肺热咳嗽 这个药呢 我们说实际上是用的火山喷出来的岩浆 而它是一个啥呢 这个药实际上是一个矿石 所以临床上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选用这个海鲜壳就行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药大概的了解一下 不过我想的意思 讲完了海藻昆布浮海石海鲜壳 大家适当的要吃一点海产品 真的要适当的吃点海产品 因为海产品里边说老实话 含有矿物质比较多的 在后面呢有一个药叫 刚才我说到的海鲜壳下来就到了瓦棱子 瓦棱子呢和海鲜壳的作用是相类同的 它去弹就又强了 消弹化于软间散结止酸止疼 瓦棱子呀现在治疗胃溃疡胃酸分泌 多用的多一点 至于咳嗽丸痰交结 一般我们说选用的刚才说到的海鲜壳 你将治疗阴流真假 瓦棱子治疗啥呢 治疗胃还用的多 它能治酸又能消除真假皮块 那必须要和方子在一块来配物使用 来治酸 所以我这样说胃酸糖 下回这个药我再不强调 后面咱有一个药 有人吃乌贼鱼 乌贼鱼下面留下的骨头 叫乌贼骨 哎呀那你就不要扔 你不要扔以后呢 那个药你把它 这个组成水喝 治疗胃酸多 治疗胃溃疡 它还受炼止血 瓦棱子也有这个作用 瓦棱子这个药呢 实际上这个药呢 我们还用的多 就是现在治疗胃病用的多 治疗上的胃疼反酸 因为具体它的治酸止疼的 有时说肿瘤刚才说的真假屁块 用的多 因为这个药刚才和海格壳不同点 它在去痰的同时有啥做活血作用 所以说用于痰和瘀 应该这样我们通过这几个字 三四十二个字就 痰和瘀 缩到这个肿瘤性疾病 这用到瓦棱子 所以说瓦棱子呢 是一级药 海格壳呢 是二级药 贝壳类的药 你像我们讲的贝壳类的药 在煎药的时候 都要先煮的 都是要先煮的 因为它呢 不太容易煎出它的化学成分 所以先煮 其他的要先泡着 这是叫瓦棱子 不是种子啊 我想说一点 它用的不是种子 是用的这个贝壳 下面呢 这讲到一个萌石 萌石呢 这个药呢 尽管也把它放了个一级药 实际上这个药多 治疗啥呢 治疗阳肝风病人 因为这个药的作用 这是用了一种矿石 坠坛下气 矿石类要重 重坠呢 所以坠坛下气 另外还能平肝震惊 用于丸弹交接 导致的咳嗽气场 我们不太用的 就是我刚才说 癫痫阳肝风的病人 因为临床上有一个著名的方子 叫萌石滚弹丸 你想一些 用萌石 我也有次治疗过 一些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所以痰热的 或者严重失眠的病人 严重失眠的 哎呀 我发现严重失眠的病人 你看上一点 加上一点萌石以后 那病人真的就安定下来了 所以说 睡眠不好的人 像癫痫发狂 烦躁凶闷的 抽风清除者 要用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到了 有一个著名的方子 叫萌石滚弹丸 要受我们常规用 这些药都用的 像后面这些药用的 不是很多的 临床上在清热化痰的时候 还是以刮鲁被母 足如 你像结梗 潜忽这些药用 实际上我们说 这是治疗一些精神分裂症 像神经 神经科 就叫精神病科的 心理障碍的 有时学用到 这个萌石这个药 如果大家呢 感兴趣的话呢 我来给你把这个方名写一下 这个方子叫萌石 萌石滚弹丸 为啥我说呢 这个只是说 大家说 只说不写呢 因为这是用的矿石 有一个叫精萌石 精萌石用的是金矿的矿石 你用的多了以后 说不定这些矿石药里边呢 它含有其他的化学成分 那么精神病人 长期吃药 容易发生一些 其他的矿物质 有害的矿物质 发生虚极中毒 所以说现在人呢 不太用 有一些搞一些癫痫病的 像搞一些精神病的人 可以学用到这个方子 就是都是配这个方子的 这个方子萌石滚弹丸 实际上只有四个药 那四个药 一是萌石 二是黄芹 三是大黄 四是陈香 使用这几个药所构成 萌石的用量要大 我不敢用量大 我用量一般用的时刻 你看这些讲到的 这个矿石药用量的话 你看这个药 看我用量时刻都有点 煎汤剂 你看入碗散就在 用到煎汤剂用10到15克 我用10克 向一些精神病人烦躁 打人的 我倒用过 有一个老太太70多岁了 她得了那精神分裂症 每天早上儿子不起来 拿着棍子 把俩儿子轮着打 打完了以后 儿子气得没办法 说把他领来到我这 要不然呢 开始含到弄来 最后呢就绑来了 但是吃完了药以后呢 病人给安静能睡觉了 她后来就给我 那儿还是个 好像还是个比较好的一个部门单位 她工作也不干了 她说我妈是这样子 也没有办法 她一到我这儿来 我就不让她排队 我说赶快你一看你就走吧 她把她妈要管着了 要不然在家打人了 她一吃药以后就得到控制 就是加上黄芹加大黄 大黄泄火呢 黄芹清肺热呢 沉香给它降气呢 也是起到沉降的作用 那有些人要问到 这都是常规用量 沉香用三个 沉香不能用量太大的 用量大咱也用不起的 这是谈到了这个蒙石 要就让蒙石是坠坦药 坠坦呢 它有瓶干震惊的作用 这是讲到了这个蒙石 注意一下布包茧 那么我们说讲到的这个 化痰药 所以我再总结一下 化痰药我们一共分了两小节 一个是温化含痰药 一个是讲到的清化热痰药 你想温化含痰药倒不多 就是那三个重点药 半下白富子和这个天南心 所以说在清化热痰里边 尤其是这些药里边 可以治疗无形之痰 希望大家能要掌握一下 今天的课 我们这就讲到这儿了 中医文化传承先行者 中医股的概念 中医文化传承先行者